秦大师 你怎么了 这铠甲被催动了吗 一旁 刘元沁和刘灵云两人都看呆了 秦辰原本身前残破的铠甲 此时哪里还有丝毫残破的模样 上面倒倒黑色纹路闪烁 一道夺目的光芒冲天而起 逼人双眼 收 按照一摩铠甲传递的信息 秦辰一脸一动 手中一摩铠甲已经消失了 同时胸口处 则是出现了一个黑色铠甲纹路 而他战斗时只要催动 就可以召唤出一摩铠甲 并且能替他抵挡外部的攻击 虽然一摩铠甲一套七剑 他身上这件铠甲 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秦辰能感觉到 光这铠甲 也能抵挡普通七阶五王强者的攻击 有此铠甲 就算冷破功想暗杀本手 恐怕也难了 这残破的一摩铠甲 虽然不能抵挡冷破功的权力出手 但至少能挡住他数字攻击 如此一来 秦辰完全有时间从容应对 这可惜他是残破的呀 而且只有一剑 若能集齐一套 那就好了 秦辰忍不住心动 大威王朝既然能得到一摩铠甲的一部分 说不定百朝之地其他地方也有一摩铠甲组件的存在 我们走吧 收起一摩铠甲 秦辰带着刘元新两人走出了宝库 秦大师 刚才那残破铠甲到底是什么 刘灵云心下好奇 忍不住询问他 那残破铠甲呢 是远古一件智式铠甲 我也是侥幸财务一中激活的 秦辰笑了笑 但没有解释太多 远古一族这些东西啊 他自己都没弄明白呢 自然不会随意解释的 侥幸 刘元新和刘灵云无语了 这么一铠甲 在大威王朝宝库存放了至少数百年了 这么多高手都研究过 但始终没有激活和弄清楚 秦辰这个侥幸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呢 不过呢 虽然父皇说了 秦大师在宝库中拿任何东西 他们都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之前残破铠甲太过惊人 他们也不敢做主 需要跟父皇禀报 三人很快回到大殿里 嗯 卓格主和陛下呢 啊 父皇呢 回到大殿 发现卓清风和刘玄新不在 秦辰三人都是一愣 陛下带着卓格主去大殿内部 有钥匙相商去了 黄焕解释道 有钥匙相商 秦辰证了证 这刘玄新有什么事啊 需要把耶律洪涛和南宫离都留在这儿 只能跟卓清风单独商业 呃 至少啊 那帝王经史 你在宝库中找到了吗 南宫离和耶律洪涛丝毫不在意 只是期待地看着秦辰 哼 找到了 秦辰淡淡一笑 哎呦 太好了 南宫离和耶律洪涛兴奋地对望一眼 虽然对秦辰能让他们一个月内突破七阶五王 还是有些不相信 但两人内心嘛 还是颇有些期待的 如今听说最后一位材料 帝王经史已经找到了 南宫离和耶律洪涛忍不住兴奋 正交流着呢 就见刘玄新和卓清风从内殿走了出来 哦 秦大使 你回来了 刘玄新目光一亮 正是 这次多谢陛下了 若非陛下 恐怕秦某未必能这么快找到帝王经史 秦辰微笑着拱手 哎 这些都是朕应该做的 刘玄新却是急忙摆手 父皇 此时刘元庆上前一步 准备把之前宝库中发生的事说出来 但他话还没说出口呢 就被刘玄新打断了 元庆凌云呢 你们两个很好 朕很欣慰 现在你们可以下去了 朕有要事与秦大使相商 父皇 孩儿也想听 刘玄云撒娇道 听话 下去 刘玄新眼睛一瞪 呵斥道 刘玄云一正 他还第一次从父皇脸上看到如此严肃的表情 只能嘟着嘴 跟刘元庆乖乖的出去了 秦大使啊 这有一事相求 还请秦大使出手相助 俩人刚一走 刘玄新凝声道 秦晨正了一下 他能感觉到 刘玄新语气极为严肃 而他身旁的卓清风呢 表情也是极为凝重 陛下请说 秦晨点头 南宫离和耶吕洪涛刚想走 却见刘玄新白手道 既然南宫离会长和耶吕洪涛店主 都是陈定格的人 那两位也就不用避讳了 不过此事事关重大 希望两位不要随意泄露 否则对我大魏王朝 会有灭顶之灾呀 两人看见刘玄新说得严重 都是点了点头 其实呢 我大魏王朝老祖 已经病重多日了 刘玄新缓缓地 把这么一个消息说了出来 老祖的健康 是整个王朝最大的机密 不能有丝毫外传 所以 朕也没办法 只能一直保密到现在 开情几位见谅啊 大魏王朝皇室 倚仗这位老祖 才能镇压整个王朝的势力 一旦被其他势力知道 大魏王朝老祖 没多少时日可活了 那他们必然会蠢蠢欲动 特别是冷戒势力 他们必定会死无忌惮 对大魏王朝 对大魏王朝发动致命的一击 先前卓格主对老祖的伤势 也是没办法了 但 他告知朕 秦大师你或许有办法治疗老祖 所以朕 冒昧开口 就是想请秦大师 替老祖诊断一番 延缓老祖的寿命啊 刘玄心叹息地开口 一脸愁容 听到他的讲述 众人也纷纷明白 为何刘玄心如此警辟了 这等重视 确实不能随意泄露啊 否则 对大魏王朝将是灭顶之灾 难怪刘氏皇祖 在冷戒面前这么弱势 原来他们最依仗的老祖 竟然都快没命了 听到对方解释 秦臣这才明白了 哦 陈少 刘太老祖现在的状态 很不好 如今大魏王朝 与我等关联到一块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卓某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和陛下说 陈少你或许有方法 竹清风苦笑道 卓阁主不必介意 如今陈帝阁和大魏王朝 确实捆绑到一块了 既然刘氏老祖有难 让本少看一下也是无妨的 陛下 不如你在前面带路 本少给你看看吧 秦臣也不在意 之前呢 他一直以为刘氏有些软弱 被冷戒气成那样都不敢动手 现在看来啊 确实是有原因的 若是真能治疗 秦臣也不介意帮大魏王朝一把 好 请秦大使随我来 听到秦臣答应 刘玄心兴奋的目光一闪 急忙在前面带路 一行人很快来到刘太老祖的闭关之地 诶 此地倒是布置了一个七要大阵 能吸取整个皇城的天地真气 供自己修炼 好地方啊 来到刘太所住的宫殿 秦臣目光顿时一亮 此地却是比当阁修炼士 还更要合适布置五亿大阵呢 若能把五亿大阵布到这 成功概略 至少还能提升一筹 秦大使 你怎知此地布置了七要大阵 听到秦臣开口 刘玄心顿时吃了一惊 此地大阵呢 乃是他们刘氏开朝先祖所设 极为隐晦 外人前来 哪怕是武王强者 也只能感受到此地天地真气比较充沛 可秦臣一下道出其中奥妙 这让刘玄心如何不惊呢 秦臣也只是笑笑 没有回答 废话 他这前世的九级阵法大师 若连这点布置都瞧不出来 哪还怎么混呢 看见秦臣如此表情 一时间 刘玄心对于秦臣的信心 忍不住再度提升了不少 一行人很快进入到内殿里 看来你刘氏老祖病情不容乐观呢 此地竟然有不少死气 若不治疗 此人寿命恐怕不超过十天了 秦臣一进去 没看见病人 便是眉头一皱 人有人气 死人也有死气 所谓死气呢 其实是武者到了生命尽头 自然散发出的一种破败的气息 任何一个人生命走到尽头 身体器官便会衰竭 而衰竭的器官 会散发出一种 普通人难以察觉的气息 这种气息 称之为死气 秦臣一进内殿 发现内殿里 溢散着一股淡淡的死气 他立刻就清楚了 刘氏老祖 已经到了一种油进灯窟 气怪衰竭的地步了 到了这个地步 往往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一般不会过多少天了 而秦臣之所以说十天呢 还是因为刘氏老祖 是一名七阶五王 他能挨得更久 但即便如此 十天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什么 闻言 刘玄心脸上更惊了 急忙上前 顿时发现 躺在床榻上的老祖 比之前脸色更加苍白了许多 有一种奄奄一息的感觉 似乎随时都会死亡 哎呀 怎么会这样啊 刘玄心大事了一惊 这才过了多久啊 半个时辰 老祖怎么突然老了十岁一样 还请秦大师出手啊 刘玄心急忙看过来 一脸的着急 不急 若能救 我肯定出手 秦晨应了一声 来到老者身前 玄心哪 刘玄心抬头喊了一句 这位大威王朝的老祖 堂堂七街五王 竟然现在连说话的吃力 显得中气很不足 老祖 我在呢 刘玄心急忙上前 这位是 老祖 这位便是一手创立 陈帝阁的秦大师 也是卓格主所说的 有可能治疗 老祖你的丹道大师 老祖你放心吧 你一定会没事的 刘玄心紧张道 呃 原来是秦少侠呀 真没想到 秦少侠竟然这么年轻啊 刘太也吃了一惊 恢复了一点精神 他仔细打量秦晨 谋中带着难以置信 他也听过 刘玄心说秦晨的事迹 知晓秦晨修为不凡 并且呢 单格的卓格主 对其也是颇为敬佩 以为再年轻嘛 最起码也得二十多岁 现在一看 什么二十多岁啊 根本就是一毛眉长齐的小孩 就是这小孩 他能是陈帝阁阁主吗 刘太心里瞬间一惊 这怎么可能呢 一时间心猛地沉了一下 这个刘玄心老糊涂了吧 如此的年纪 怎么可能搅动皇城风云 连单格 气垫 血脉胜地都被他掌控了 不会是某些敌对势力 故意排来迷惑刘玄心 想趁机夺他大权的吧 刘太一惊之下 可是非同小可 阁下到底什么人 一股武王的气势瞬间弥漫而出 如同一座大山 抹得镇压于秦晨的身上 同时呢 刘太猛地坐下来 双眸爆出雷电般的精芒 从一个病为老者 瞬间变为一个可怕的强者 当真是垂死病中 惊作气 请不吝点赞订阅